欢迎收看精灵天下 中国的半导体已经无路可走了吗 现在美国为了钳制中国的半导体的发展 拉拢日本跟荷兰一起来加入抗中联盟 而日本媒体也报道 日本很快就会公布他们新的出口法规 防止半导体技术被转用到军事用途 而中国它会采取一个反制的动作吗 另外在矽谷也上演了一场AI大战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就表示会推出聊天机器人 并且为旗下搜寻引擎跟开发者会增加AI的功能 为的是要跟微软来一较高下 而苹果在下周也会为内部员工举办AI高峰会 人工智慧浪潮兴起相关的ETF是值得来布局的吗 还有在台股的部分 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江发表谈话 牵动台股的一个后续 有专家认为如果说外资呢 是持续站在买方加上内资可以回流的话 那么台股市有机会呢 在四月的时候可以上工一万七千点大关 由哪些类股市有机会来扮演领头羊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大家好 台积元研究六所所所长吴孟道 大家好 李博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大家好 陈燕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呢 真的是往死里打而且还拉荷兰还有日本一起来加入 对现在看起来是美日和一起在围剿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从去年拜登 这个各种的法案的一个前置 大家突然好像发现说效果好像没有想象的这么好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现在到底要对整个半导体方面的管制是什么 因为现在日本决定为了防止这个半导体的技术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中国发展以后转为军用 对 所以他怕转为军用 所以他要实施出国管制 当然这个点就是说日本的设备 如果我给中国买走了 那他最后会做什么 他去开发 再去生产半导体 那会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所以他们通过了这个法案的一个实施 但在这当中当然也要注重一下企业的意见 因为这个对很多日本的企业来讲 他可能有大部分 可能包括四分之一的业绩来自于中国大陆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当然跟企业这个征集意见以后 他们还是确定 应该很快的经验就会来实施这样的一个管制了 那我刚才一开始的提到的时候 我破题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说为什么好像没有效 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是针对14奈米以下的 所以你UV的部分 当然我就给你管制了 比较先进的部分 对这个荷兰 ESMO来讲 你说14奈米 你又没有说14奈米以上 当然DUV的部分 他还是持续的出口给中国大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有很多的中国的企业 他可能透过绕道的方式 比如说再透过第三方 或直接跟日本公司来采购 一些二手的相关的 这些半导体设备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Canon也好 Nikon也好 大家会觉得说奇怪 这个光刻机 就我们讲的EUV DUV 最主要不是就是 ESMO在做 没有做EUV 独家确实是ESMO 可是其实像Canon也好 Nikon也好 还有像半导体制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10颗机是谁 东京威力科创 它的四分之一出口是出口给谁 出口给中国大陆 包括中芯 包括长江存储 就是使用它的机台跟设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干脆全面禁止 全面来围堵 当然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全面的一个禁止了 所以这一整个扩大以外 当然就把大家之前觉得说 做了管制以后好像也没有效 他们还持续发展 那日本这时候跳出来 荷兰我想接下来DUV的出口 应该也会 基本上会断掉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有机会全面性的围堵 这一全面性的围堵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智库安邦咨询的分析师 他说每日核出口款制 就可以使中国的办理制程的节点 从14奈米倒退 直接退回45奈米 这个不是倒退30 是直接倒退到45奈米 没有错 因为你EUV14奈米以下 14到45是DUV 全面禁止完了 没设备了 没机台了 当然直接倒退到45奈米 大家会觉得有可能吗 光 因为它这里写 单单两个字 就告诉你说美日核 没有办法 我跟各位简单讲 重要的设备 荷兰 美国 早就掌握在手上 还有主要的技术 其他地区 不管韩国也好 台湾也好 掌握的是什么 设备的使用 还有一些比较边缘 或是后段的一些设备 所以只要把最前面 最尖端的一些设备 全部掌握在手 都禁止出口以后 对中国大陆来讲 没办法 这个部分绝对是倒退 那智库也推测说 ASMO的DUV 也在管制之列 那除了ASMO以外 日本的供应商 你看 Nikon 佳能 出口 这个以后 当然我刚才特别再讲 就没办法 那它会不会配合 我相信会 对日本的这一招 为什么对中国的伤害很大 反而好像没有 之前美国要制裁 大家就是说中国还 鼻子还哼哼两声 哼 来啊 这种感觉 可是为什么日本这个 连中国自己的智库的分析师 都讲这样子 原因很简单 如果我们去看 过去其实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的进口 其实美国的制裁以后 它很大幅度是仰赖日本 我们从这个图下面 这个是进口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总金额 很明显你看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 美国制裁的影响确实有发酵 但是日本 从日本进口的数字还在增加 是 还在成长 所以其实它当时有找到方法 找到管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大量的采购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金额 这个半导体设备进口总金额 真的下滑了 对 对不对 日本是不是下滑 所以主要的关键点 其实就在日本 因为中国11月从日本进口的设备 下降了40% 只剩不到7亿美金 11月从韩国下降50% 其实你看是不到3亿美金 所以很明显 从日本这里的比重是特别的大 所以日本这一招寄出来 很明显就是为了围堵中国 很明显 但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个日本要去做这件事 当然一开始我们还觉得说 它好像有点摇摆 对不对 那你看再讲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日本的这个经济产业省 它现在敲定半导体属于特定重要物资 所以只要不管你是本国还是外国企业 只要你要在日本投资发展半导体 这个第三类半导体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会给你补助 因为它你看 列入2022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 1.3兆当中 动用将近3700亿日元 你看汽车类的模拟半导体类的都有补贴 这个是三分之一 那如果是制造设备 补贴三分之一 那稀有气体 这个在制程当中非常重要 补贴二分之一 为什么 一方面围堵 一方面补贴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 它想要让它的半导体产业 全面性的成长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我相信现在 美国所有的心思 都想办法要去对付中国 那在这个时间下 就没有人管它 那既然不管它 它要赶快追 异军突起 追上跟美国之间 半导体产业的距离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那在美日和围攻之下 中国大陆怎么办 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过去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的半导体 其实一直很低调 怎么样的低调 就是我采购整个设备 你有意见 那我就采购零件 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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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没有特别管制 我就周边零件一直采购 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是什么 透过第三方去采购 采购以后 不会直接到中国大陆 它可能用中转的方式 再进到中国大陆 采用这样的方式 很低调的在进行 那你看中芯国际 华宏 合肥这些 其实在全面的 净利出炉之前 一直在买 因为新的一定买不到了 对不对 这肯定买不到 所以就买二手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它国产的比例一直上来 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吗 我可以学 我可以提高 我自己自制的比例 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中芯国际 因为刚好即将要公布财报 我们预期 它整个财报的状态 应该不是很理想 亏损的状态 还有库存的问题 应该都还在 为什么要特别预告这样的 原因很简单 中芯国际 它现在在提升国产的设备 它跟他们自己的设备厂采购 对不对 那我来做生产 其中有一个问题 设备当然有 生产也没问题 但是良率是一个关键 以28奈米来讲 台积电的良率是多少 96% 96% 那中芯 韩美线的良率是85% 如果25% 国产化的部分 非美线 良率75 好 那你说也不错 又有75%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 80%以下就是亏钱 那这个是25% 对不对 所以如果随着自治比例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它整体的良率 是不是一直下滑 所以如果我国产化的比例 再往上提高的话 那我获利可能 整体的良率就更差了 你不要讲获利 是可能根本无法赚钱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当然就是靠补贴 因为你要80% 才能赚钱 那没办法赚钱 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 对 那中国官方 当然就补贴 可是所有的半导体公司 它都补贴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上海万德的资讯 80家上市半导体公司 17家预告净利是负的 12家净利降幅超过100% 最惨的年减幅是600% 年减幅度很惊人 对 所以中芯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绝对是往下走 那你华虹 长江存储 长青存储 更是首当其冲 所以未来你要提高自治率 可以 没问题 那你可能就要面对 你这个产业 大幅度有亏损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日本加入这个真正的 我讲真正的加入 这个全面围堵 对中国的半导体业的发展 我觉得未来是雪上加霜 好 刚才晨晨 但我们看到呢 是现在中国大陆面对了美国 那么在拉拢河南 还有在日本呢 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呢 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制裁呢 恐怕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发展的这个杀伤力是更大的 那么现在呢 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其实同样也会产生冲击 我们要请教吴所长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现在有没有办法到底 透过这个解封 可以稍微让他们的经济喘一口气 另外我们要特别关注 台经院也公布了这个制造业的景气灯号吗 结果其实也像大家所预期的 第二颗的这个蓝灯出现了 制造业厂商是看坏 未来的半年的景气 是所有的产业都看坏吗 还是其实个别产业有不同的情况 当然不是这样 所有的产业都看坏了 当然我要特别讲一下 为什么说 这一次大家其实会相对的 但我相信这些所谓半导体 联合对中国的制裁 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 但是你也不要忽略了 在解封之后 IMF在上个礼拜 它公布的这些最新的经济预测的时候 它竟然把中国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从原本的4.4%上调到5.2% 那上调的背后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它发现这么大的经济体 当它开始恢复这些人流物流的时候 它对经济的这些 相对的这些正面的注意 其实是很大的 那当然回过头来讲 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 我说中国在解封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边有很多台商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今年台湾的景气 相对来讲是看得比较不好的 那不好当然就是因为出口这一块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包括我们这礼拜 台湾公布的这个景气灯号 它也出现了第二颗蓝灯 就跟国发会发布的景气灯号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当然国发会的景气灯号里面 有涵盖台湾在里面 所以不意外 不意外 但是我要说明 今年的景气看来是相对能收 尤其在外需的这个部分 但是刚刚其实培有讲到 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个别产业表现不太一样 而且从我们的这个调查里面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你先来看一下 看坏的 你说说在这个 我说跟上个月相比 如果只是单纯看一个月变化 你会发现到看坏确实增加了 对 确实现在大家相对来讲 会比较悲观一点 但如果今天你去看一下怎么样 把时间到半年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样 跟上个月相比 反而怎么样 看好的产商竟然变多了 增加了0.7 看坏的相对减少了 减少了 对那我们就会很好奇 我们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产商 看得不是这么坏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厂商 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有趣的 传产 就是传统产业这些厂商 它其实怎么样 相对比较乐观 对 那比较悲观的是哪些产业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电子产业这一块 OK 那当然你就会想要去想说 那既然调查出来结果是这样 我们就会想要背后的大概逻辑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传统产业这些产商 为什么在对未来半年金 相对乐观是因为什么 因为确实他们也感受到 中国这一块的经济复苏 对一些什么 包括这些硕化 包括钢铁 包括这些所谓的水泥 包括这些所谓的这些基本金属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些 国内这些产商 他们其实确实真的有 从中国那边 拿到一些新的单子了 所以他们有这个看好的底气 是因为在中国大陆 的确现在需求有在增加 对 没错 你如果去看一下 最近也是最近 那个中干董事长翁朝栋 他其实接受访问 他特别跟你讲 今年他认为钢式的需求 跟去年是完全不同 他认为今年有机会 走一个U型复苏 意思就是什么 今年上半年可能相对来讲 就有可能慢慢走向 缓步复苏的阶段 而且他预计第二季 搞不好就有获利的可能性 原因就是为什么 因为确实中国那边的单子 已经出来了 所以传统产业 其实在看这一块 会比较乐观一点 但是电子产业还是什么 还是苦哈哈 苦哈哈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尤其包括像之前 台阶级社的开发 所爱跟你讲 产能利用力看起来在上半年 都还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库存的问题 对 没错 所以我们用更实际的数据 来告诉各位观众 你这个很清楚 什么东西基本上 我们在看这些制造业的 整个景气的变化 PMI就是一个很好看的 就是基本上大家看 是否就是它基本上 这个景气变化如何 PMI可以告诉你一些端倪 什么意思 你看中国的PMI 这个会公布最新的 已经回到50以上 容枯线以上 对 就是相对来讲 它是看未来的景气 比较乐观一点点 但是你发现到什么 美国跟台湾的这个PMI 基本上都还在什么样 50以下 50以下 那50以下当然就是 它下面会背光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从制造的PMI 你大概也可以了解到 很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 中国很多的 在刚复苏的过程中 主要都是一些什么 比较我们常常讲的 比较像基建的需求 比较像这些 内地消费这些需求 那它其实是怎么样 是跟这些传统产业 比较有关系的 所以我说 你再进一步去看一下 我说从PMI的细项 看这个所谓的新订单跟库存 这两个的比较 应该说他们的差距 简单来讲 新订单就是什么 我一定有需求 我才会下订单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到 新订单基本上 如果捡到这个库存的比值 越高代表什么 需求越热络 如果它是负值的话 代表什么 库存越多 新订单需求萎缩 所以你去看一下 很有趣 它其实跟PMI很一致 中国的这个基本上 它的新订单也要库存 它已经是正值了 对 太往上了 对 代表意思是什么 它确实在某一部分 它的订单需求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刚才告诉你怎么样 中国现在看起来 全世界都还在推荐库存 但是中国部分场面 已经开始在补库存了 因为它这时候发现 如果假设今年真的 如INF看得这么好的时候 我这时候不赶快补库存 我一定来不起 但是你又发现说 但是美国跟台湾 它其实还怎么还在往下掉 美国是黄色这一条 对 黄色 台湾是红色 都其实还在往下 对 就是其实就是说 大家对整体的需求 美国跟台湾 尤其我们都知道 美国跟台湾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 台湾那个出口就是 电子零组件跟资助讯 美国相对来讲 也是消费为主的这些 电子器材设备为主 所以它其实 它整个需求 看起来还没出来 所以它现在还在什么 还在处在一个 趋化固准的阶段 是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落差 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个 更实际的数据 你看到铜价 为什么 标涨 对 为什么一直往上走 就是因为中国需求 看起来已经在 加速这样子的一个复苏 但问题就是说 铜价上产 你发现到我这边 还放了一条什么 铜金比 铜金比的意思 为什么要特别放这一条 我只要告诉你 目前看起来 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 经济复苏 看起来中国是比较 相对今年比较相对乐观的 但是因为什么 因为铜金比代表 铜的需求是代表 我今天是景气乐观 铜需求会拉上来 但如果黄金的需求上来 通常代表什么 景气通常是比较不好的 处在一个衰退 大家会比较想说 因为它就是一个避险 对 我想要避险到这个商品上面 所以但是你发现到 最近铜价也在往上扬 OK 铜价也在往上扬 但是你发现到什么 它的比值并没有像铜价上涨这么多 简单来讲一句话 这是什么 铜的这些需求 景气拉升的需求 基本上没办法真正带动什么 全球的景气 现在全球景气衰退的一例 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 那当然很高的因素就是在于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其实说真的 现在因为全球在 从1990年开始 这种所谓的知识经济发展以来 电子业的需求 其实带动全球贸易最主要 尤其是经济成长的 主要一个动能来源 如果现在这些 以半导体为主 这些电子科技业 它相对来讲 还是在区化过程阶段的时候 它当然也会对全球经济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 当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铜价球拉升 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反映到 全球景气是复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这边就笑 我们的外销订单 其实整体来看 整个出口还是持续在下探 那更不要讲 你看今天才刚公布的这个出口 竟然告诉你怎么样 跌了21.2% 对 这个真的是说真的 虽然说预期是双位数 但是说真的还不会到两成 对其实是让它有点下到 对因为前一次才13.1%而已 对这整个增加了10%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外销订单 出口还是持续在往下探 但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现在有中国这一只脚 它支撑起来 确实看起来某一些产业好一点 但说真的整体产业要好 还是得看什么 我觉得欧美要一起出力 它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的整体经济才会站得稳 所以我说目前看起来 台湾的经济 如果假设你今天来看的话 确实亮蓝灯 而且这个蓝灯才亮两颗 老实讲真的 我们自己在看也相对来讲 会比较稍微 不是那么一二观一点 就是蓝灯在亮的过程中 我通常也不见得会亮两颗就结束 所以今年 至少上半年看起来 我觉得景气还是有余力 而且出口这一块很有余力 但是我说真的 个别产业可能也不用太过悲观 我觉得这都值得留意 好 刚刚所长 我们看到台湾现在外销订单跟出口 是持续在下探的 当然光靠中国大陆的复苏 其实还不够 必须要欧美都一起出力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美中之间 可能会针对在AI的部分 是在半导体之后的下一个战场 其实现在在矽谷的部分 其实他们也已经本身上演一个AI大战了 就是Google他们要针对 这个微软的部分 他们自己要推出这个聊天机器人 对 那当然不得不提 现在的当红炸子机 也就是Chad GPT 那这个是微软专属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had GPT 它其实碾压了所有你知道的人类世界的一个软体 因为它五天就达到一百万的用户 而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它现在已经破亿了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它用两个月的时间达到破亿 那么最近很红的包括哪些 抖音 Tiktok也花了多少 九个月的时间还更久 那以前很红的IG 虽然是Meta旗下被Facebook所收购的 也花了三十个月 那Pinterest也花了四十一个月 我每天都在听的这个Spotify音乐 这个串流软体也花了五十五个月 所以你会发现到为什么Chad GPT 碾压了所有人类世界的这个软体 两个月就达到破亿人次 对 因为它去年十二月才刚刚发表没多久而已 而且我昨天我注册之后 我每天都会玩一下 这个精灵天下播出时间 就是全球用户最活跃的时候 我昨天登录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现在已经满了 现在你的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离开你的电脑 深呼吸 放轻松 不要再看电脑 你看他多么AI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在每天活跃的人数 每天都在激增 而且我刚刚有讲过 他还是有限制的情况之下 所以今天天下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玩这个Chad GP的话 记得白天的时候用 因为白天美国他们欧美都在睡觉 亚洲现在用的还没这么多 你可以用 不然你晚上用的话 你可能你会发现怎么样用都上不去 现在每天活跃的人数有多少 将近三千万 一天就有三千万 而且还是有限制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现在微软的Chad GPT 现在也开始 这几天要推出一个 所谓的付费的服务 一个月只要二十块美金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时间上面的限制 你一定优先 而且对答如流 这个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昨天真的是交代了他几项任务 他真的非常的好 有使命必达 对 我说 就是写了一篇 有关于电动车产业的报告 洋洋洒洒一千多次很快 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说 美国的学校要禁止学生 用Chad GPT来做作业了 因为他包括你说 他不是查资料给你 他是写得很完整 起乘转合 告诉你电动车是什么 根据哪一些资料 他的年复合成长率有多少 他有什么样的机会 有什么样的风险 也就是我们一般 所以资料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而且他帮你做好了 SWAT分析 这不就是我们报告所要的吗 而且很快 一两分钟就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的这个AI 不是像以前IBM的深蓝 这个战营 这个所谓的下下棋 赢了这个棋王而已 现在他真的可以帮你 做很多的一个事情 写程式 包括这些程式交易 都可以做 所以非常的多 那么现在这一股AI的浪潮 也延烧到所谓的矽谷 那让Google很紧张 因为Gmail的创办人讲说 如果这个ChatGPT 真的成型的话 可能会颠覆 瓦解掉Google 他们本身长期以来 这个优势 真的非常严重 所以他现在 也推出了一个新的 这个在明天晚上九点 有一场发表会 明天晚上九点 如果这个观众朋友 有机会 这个有兴趣看的话 看一下Google的发表会 他就会发表一个 BAR 所以这几个机器人 Open AI 就相当 BAR 这些就会打在一起 那甚至于呢 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ChatGPT 我觉得他还很妙 有人就会问他说 真的直接问他说 你对这个竞争对手 Google的BAR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回答的 非常的巧妙 而且非常的谦逊 他说作为Open AI 开发者的AI语言模型 我没有个人的意见跟情绪 但是呢 我可以提供这个Google的 新聊天机器人竞争对手 BAR的相关的信息 跟这个背景 他说BAR是一个 对话式的AI领域的新成员 他告诉你是新成员 新成员 对 而且是被定位为 现有机器人聊天的 更高阶的版本 他告诉你 他跟我一样 是很高阶的一个版本 具有自然语言生成 跟刚高级的一个 对话等高级的功能 他说作为语言模型 我无法将自己跟BAR相提并论 但我可以说 AI的领域不断在发展 看到新玩家进入市场 而且可以持续为用户提供 新解决方案呢 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哇 这个答案是不是 真的蛮中规中矩的 还算回答蛮中肯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现在呢 成为这个必加 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微软呢 计划呢 因为他现在已经投资了 这个OpenAI有关 差不多10亿美元 他计划呢 再投入100亿美元 那其他包括Google 百度 甚至于苹果 都陆陆续要 用更多的一个金钱 砸入这个AI的一个产业 其实苹果下个礼拜 他们就会举办 这个AI高峰会嘛 越来越多的科技厂 也切入AI的领域 我们说到这一波 这个人工智慧浪潮行 请向冯总监 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相关的ETF 可以值得布局吗 对 那很多人当会想说 那CheckGBT到底可不可以投资 因为他不是上市公司 他是私募的 但是国内有几档 锁定在AI产业的ETF 值得大家留意 像00851的台新全球AI 他就是利用大数据 投资于多少 80档的人工智慧的公司 包括像阿里巴巴 Meta这些公司 那00762元大全球AI 他是以人工智慧主题的营收 超过50% 但是他成分股是没有上限的 也就是说可多可少 包括像Meta Intel 徽达 这些他都有纳进来 那么最后一档是00737的 国泰AI Plus Robot 他投资的就是两块 一个就是AI人工智慧 另外一个就是机器人产业 他投资的呢 就跟其他两档很不一样 都是一些比较新创 大家比较没听过 像Atos Valio 跟Ambarella 这些公司 所以这些呢 你看他今年以来的 这个绩效表现 哇 都是一成五到两成左右 对其实比台股表现还要强 因为他们这些公司 不涨则一涨呢 其实都没有涨跌幅的一个限制 所以这几档的ETF呢 也是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锁定AI产业的话 可以参考的标的 好 冯总监 但我们看到呢 现在AI产业呢 已经是一个趋势了 那么相关的ETF呢 或许大家也可以多来留意 我们现在呢 要来关注的是在台股的部分了 在先前就提到这个元宵变盘一说 要特别请教永年哥 是真的元宵变盘了吗 为什么外资在先前是连十四买 不过现在已经连续两个交易制 都是呈现卖超 台股进入盘整休息 那么你觉得这一波的这个拉回整理 还要多久的时间 才有机会再往上购 我估计最多大概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 对 再一个礼拜 OK 从今天开始起算 再一个礼拜 OK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后面还有 应该还有行情 这个我们这个标题 大家可能看了会吓一跳 对 四月上看万七 怎么大家一看 怎么真的吗 一万七吗 会不会写错一万一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我是这样认为了 当然有一些它的这个基本面的因素 那基本面的因素来讲的话 这个如果我现在所假设的情况 都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大盘可以看到一万七 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美国股市继续维持强势 美元回扁 然后外资就会继续回流台湾 这个这以上的因素 如果都成立的话 那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 中国经济要大补成长 对没错 可是我真正看好的原因是在哪里 是在于说本土资金都还没有回来 本土法人的部分 对 包括法人 包括大户 中石户 包括了散户都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回来 对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看呢 因为在自古以来 这从来没有过 尤其在台湾 这个从我们从民国 大概差不多82年 84年的时候 开始引入外资了以后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种情况 是什么呢 外资把这个盘推上去了 然后被套在上面 然后散户都还没有进场 在底下拍手 哇 你看外资被掏得好惨 没有发生到外资赔很惨 被套牢没有发生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好 那么所以我认为 这个盘还要往上推 因为你不往上推的话 散户不会进来 不会进来 对 所以呢 那到底这些本土法人 他们大户还有散户 不肯归队的原因在哪里呢 在这边 第一个他担心连准会 会持续的升息 对 尤其在这一次 飞农的这个数据 对 吓死人的高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担心产业景气 尤其是电子 电子业的局限 对 我刚刚又特别提到 电子还是很悲观的 往下滑 这个大家都很担心 那其实我也很担心了 那可是呢 因为我也是台湾的散户 所以 OK 好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然后第三个呢 是担心年限的压力 对 因为所有的法人呢 他们大部分长期的趋势 都是看年限 年限如果能够 这个是成为压力的话 他就不敢进场 可是反过来讲 等到如果站稳年限了 那本土法人就可以归队了 年限站稳很重要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站稳 16300点的话 我都估计了 散户也要开始归队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 现在 这个我们现在大盘 如果说反弹到0.618的话 当初跌了5990点 对 如果是反弹0.618的话 它会回到16300点 16300点 那16300点 这个也差不多是 两年限的位置 两年限的位置呢 在16254点 所以如果站上了 这个两年限的话 那散户呢 大概就赶回来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紧切线的位置 大概在15750点 年限的位置 在15397点 什么叫做站稳年限呢 就是呢 当它突破了这个紧切线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就确定了 好 已经站稳年限了 本头反而就会回来了 突破紧切线的压力区的时候 是 对 那所以呢 到时候呢 如果说站稳了1千 6300点的时候 那这个韭菜就回来了 需要再请教永年哥 在最近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大型股 好像比较有稍微休息这样的情况 中小型股可以琢磨吗 OK 好 那么其实 应该我们是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 那为什么最近大型股呢 在之前 大涨一波 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对不对 因为外资回来了 外资买了一大堆 对不对 外资其实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买差不多3千多亿了 大家不知不觉都买了3千多亿 那他买什么 就是这些股票 对 那可是这两天他休息了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两天休息 所以全职股就下来了 下来 可是全职股下来 你没有发现 现在有一些资金开始进来 那这些资金进来呢 它都是针对着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不管是这个电子股中小型的股票 或者是传统产业股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进来呢 其实有一些这种 有这个先见知名的 或者比较敏感的一些的 本土的资金呢 已经开始默默回来了 那刚才我也讲了 那等到呢 这个大盘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本土资金会进来 那本土资金就买什么股票 他不会去跟这个台积电 跟外资抢台积电嘛 抢台积电 对啊 对不对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所以 买一些OTC的 对 没错了 所以你看最近的OTC的股票 就很强 对不对 好 那么我是认为了 如果这些本土资金进来的话 像是以今年来讲的话 我会比较看好的就是生技股 生技股是其中之一 是 那为什么看好生技股呢 因为我们从去年就发现了 生技股有一个现象 因为以前生技股再涨都涨什么 新药股 然后每一次都让大家失望 对不对 都套了一堆人 所以大家都不敢碰生技股了 可是去年开始 生技股都是走一些有基本面的股票 对 我们举例说明 是有机之谈 对 像是美食 是 对不对 这两天还是非常的强势 那为什么强势呢 大家看一下 它一月份的营收年证率39% 将近四成 是不是 它其实是12月的 对不起 因为我们这边是 它一月份还没公布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还没公布 OK 那去年 我们看去年 去年第三季的EPS7.97% 年增率多少 反正494% 它是有实质面的 所以它股价非常强势 那另外剑桥呢 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 它做这个咳嗽药的 那现在呢 卖到这个准备在大陆 已经要申请药证了 那它的这个成长率也不得了 去年的营收跟盈余 都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另外台药呢 台药虽然它一月份的营收呢 是月减的 可是大家注意看 去年的第三季 一倍是多少钱 4.09 4块以上 对 对 而且呢 它前三季是赔钱的 它第四季一下就 前两季是赔钱的 第三季一下就赚了四块 第三季就赚钱 转亏为盈 那我们现在看谁呢 看台药 转机股 那一月份 大家看一月份营收年减百分之五点八 然后去年呢 可是还是年增的 去年年增的 年增将近两成 这个都还不是重点 它重点在于说去年为什么会赔钱 因为去年呢 它转投资的药厂 像是台康啊 以及这个台新药 它赔钱 所以它认裂了损失 在上半年认裂损失 那可是现在呢 台康跟以及台新药呢 它们在今年的下半年以后 都会开始转亏为盈 再加上呢 它自己本身呢 做了一贯的药厂 整合是一条龙式的生产 那到今年的 今年的它的EPS呢 应该会大幅度的成长 这当然没问题 然后呢 去年十二月份以来呢 三大法兰开始买超了 三千四百一十五张 所以这支股票 我觉得是说 等到呢 它公布了 逐记公布它的财报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它 哇 它去年呢 它的EPS才0.90 大概差不多到第三季 才0.96元 0.69元 可是今年呢 它的EPS 大概会回到前年的EPS 前年EPS多少钱呢 10.96元 差这么多 是 OK 当然除了生计 是还有其他的族群吗 就是今年呢 我还认为 军工应该还会有 强势的机会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乌尔战争呢 看起来好像还没想打 还没有打完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又有 我们又有地缘政治的危机 万一 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真的 这个来台湾参访的话 会有一些的危机的存在 那所以呢 我们认为军工概念股呢 应该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我们看到八冠 台船 汉翔 全迅 雷虎 这些 应该都有些机会的 那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汉翔 特别看汉翔 因为汉翔 它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它整个的这个基本面 还有这个成长 各方面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这档股票 我觉得是 可以长期注意一下 好 永年哥 刚刚我们看到 除了生计之外 还有这个军工概念股呢 是在最近可以特别值得留意 不过我们说到 军工概念股呢 现在又有这个新的 生力军要挂牌上市了 就是农德造船 它是如何从这个渔船 可以坐到军舰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了解 好 刚刚我们提到 台股在最近陷入了盘整 不过军工股呢 是相对有称的 那么加上三月有新的 生力军农德造船 陈业他由新贵直接转上市 他是怎么样从渔船 可以坐到军舰 对 农德造船 现在在新贵 如果转上市之后 我们预计应该能够带来 一波所谓的军工概念股的 再一波的一个热潮 刚刚永年哥讲到的 概念股当中有一个台船 所以如果再加上农德造船 实际上我们未来要投资军工概念股 就不用再飘洋过海到美股里面去搜寻了 对不对 那目前它的在手订单据说是100亿 但是目前公司自己对外的发言是说 它非常的低调 当然要低调 因为它拿着 它国建国造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刚才讲坐渔船 它其实更早是坐浴缸的 我跟你讲 你就知道有多猛 三月份每股34块要挂牌上市 所以我们去看它这个营运 其实为什么我讲这个价格 其实蛮诱人的 因为它过去 我们过去三年 它的营收其实都不错 你看2020年接近20亿到22亿 你看到2022年暴增到38亿 一直在成长 这成长力道很强 当然比较可惜 因为2022年有一些业外的投资损失 要不然的话 其实如果照这样下去 去年应该可以估到3块钱 好 没关系 如果按照它去年前三季1.65的话 其实去年要赚到2块钱 未来维持稳定赚2块钱 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难事 那34块本益比 其实真的是相对来讲 应该是相当的诱人 而且目前满手订单100亿 今年两年陆续交船 应该能够拼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那当然这个苏澳新厂落成以后 它的营收持续的大增 8成现在是来自于国舰国照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造船厂有可能一直有订单吗 可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它不只做 我们讲8成这个国舰国照 这个未来当然还会陆陆续续 有更多的我们这个军舰方面的一个需求 之外其实包含了国军的这个国防消防离岸封店 讲离岸封店讲 之前他们有一个德国的客户 德国的客户很急着需要这个运送离岸封店的这样的一个船只 既然跑来求他 拜托他说可不可以帮他个忙 一年帮我完成好不好 你就知道他的技术跟他的整个接订单的能力 而且过去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国军有没有 还有消防救难 其实海巡署最大的问题是不是走 最怕遇到是不是走私 那过去非常知名的走私船叫黑金刚 他可以40海里 时速40海里 那追不到啊 每次他们在飙的时候 他说那万一那个海警来 别怕啦追不到我追不到我 因为他只有30海里 所以很拼命的加速 就是抓不到这些走私的 可是他坐的船45海里 对不对 那个海警开过来后再臭屁 来靠边庭 通通抓起来 后来真的黑金刚都消失了 也就没有走私了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 其实他的造船能力 实际上订单 技术很强 我认为是接不完 所以上市以后 我相信还有 一定会再引起一波的一个话题 那最近股价整个县图看起来 你看相对的稳定跟强势 所以我相信有机会酝酿一波话题 当然来讲一下这个创办的故事 因为我刚才在讲说 他是做浴缸的 对不对 门外汗的 对真的是门外汗 40多年来订单破百亿 可是过去他不懂得造船 说实在一开始他是 他化工毕业 他在做什么 玻璃纤维 做安全帽 对不对 不是说安全帽 倒过来就变船 对不对 然后做浴缸 不是说浴缸摆在海上就变船 不是这个逻辑 那因为他在做玻璃纤维 刚好你知道在苏澳港这边 那有很多的渔民 大家聊天聊天 你这材料不错 不然你来做针子会塞 因为过去的渔船 是用木头做的 那木头越来越贵 造船的成本也提高 对渔民来讲 其实也有点无法附和 那玻璃纤维这个材质又好 相对成本又低廉 他说可以 把浴缸变大就好了 他就想说那就来坐船 可是实际上又是另外一件事 那怎么办 他就去请教台大造船系的教授 跟日本的专家 而且说真的 他们也真的满愿意去教他的 也就让他把船做出来 但是坐船的过程当中 当然他也体认到一些东西 不是说真的形状做的一样 就没有问题 所以他从一开始的开发设计 因为他的团队也是他们自己的 然后一路这样过来 所以当同样的 就是说你去看别人做的渔船 也是玻璃纤维好了 海浪很大的时候 晃到连渔民都吐 他们已经可以适应这个 那么大的浪的时候 他的船只有 大家都翘翘翘翘 再来吃饭 比较稳 不会不要 别人在晃 他说船怎么晃成这样 他们还在吃饭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技术是相当相当的好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讲 他的客户都在海外 因为他的技术 非常受到客户的青睐 当然海军开出了 陀江舰的这个标案规格之后 他也看到了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 因为毕竟坐游艇跟坐军舰 还是不一样的规格 游艇只要漂亮 只要奢华 马力动力不是最主要的 可是军舰不一样 整个设计的过程 还有最后你跟我们的这个中科院 包括了这些的这些军事设备 要对接上 这些所有的规格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细微 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机会 真的国建国造 让他能够变成80%内销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蔡总统 他们也非常重视 国建国造这一块 所以从过去的亏损到现在 整个大幅度的增加 员工增加了三倍 整个营收大幅度的成长 我觉得未来上市之后 应该要很多可以追随的部分 另外我们休息一下 上回来关注的是 这个男女股神 到底是谁比较准 那么在2023年 会再度罪绝了 到底在这一次呢 是这个女股神伍德 或者是这个男股神 我们说到这个巴菲特 谁比较有机会胜出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呢 这是女股神伍德 她创办的方舟投资公司呢 现在发表他们最新的这个投研报告 请教冯总监 今年他是看好的 还是比特币跟电动车 但是今年会准吗 因为在去年当中感觉他不太准 对这个有木头姐之称的Caffey Wood 他每一年都会有发表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 最新的一个报告 杨阳萨 将近160页 我们在金灵天下 独家为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他认为什么 颠覆性的创新平台 每年会以多少 40%的速度高速成长 从目前的13兆美元 成长15倍到2030年的200兆美元 非常的多 那大家已经很关心说 他讲的创新平台到底是哪一些 总共有五个 第一个是谁 公共的区块链 这跟比特币相关 AI人工智慧 我们刚刚有提过 对不对 还有多组学测序 这是什么 其实跟生物跟生技比较有关系的 第三个是除能 第四个是除能 然后最后机器人技术 其实也是跟AI相关的 这五块 而且他认为说 到2030年AI的训练成本 每一年会用70%的速度 大幅度的一个降低 也就是说AI会怎么样 成本越来越便宜 这非常重要 就是越来越赚钱的意思 那第二个是说 到2030年跟除能跟机器人相关 可以增加多少 三成的实质的一个GDP 而且人工智慧 AI这块贡献更高 跟我们刚刚讨论的 这个AI人工智慧 不谋而合 那再来他最看好的电动车 他曾经认为 特斯拉的股价会上千 他认为未来五年 还是会以50%的速度 高速的一个成长 可是我们比较一下 他也看好比特币 对没错 比特币我们知道是 古城巴菲特 一直都很不以为然 对而且两个差很多 他认为2030年会多少 百万美元 可是巴尔爷爷怎么讲 就算你把全世界的比特币油 用25块卖给我 25块我都不买 我都不会买 因为他认为 就是说我用 他没有办法创造任何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认为说是没有价值的 那在电动车这一块 其实巴尔爷爷 在14年前都已经投资了谁 比亚迪 可是他已经8度减持了 比亚迪的一个持股 他现在减持的一个仓位 已经超过30% 那另外来讲 他其实投资 跟这个成长性的 这个木头姐不太一样 他都是价值投资 他投资了谁 这段时间 他投资了 华人问津的日本的五大商社 而且你包括像 山林商市跟山井物产 自他投入以来 已经涨了超过一倍以上 赚非常的多 那同时间 这个13F报告 即将在2月15号之前公布 市场上现在认为说 巴尔爷爷 有可能再增加我们 台积电的这个持股 不过冯总 你这样比起来 感觉上 如果你去年来看 巴尔爷爷是胜出的 当然是完胜 对啊 那今年呢 到底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在大多头时代的话 可能武德的投资 会比较有机会 可是我觉得这两年 其实还是比较 偏于空头价值型的时代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巴尔爷爷 获胜的速度 获胜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呢 台湾时间明天早上呢 会发表国情资文 那么到底民众买不买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美国总统拜登呢 在台湾时间明天早上会发表 他任内第二场的国情资文演说 他被请教了这个吴所长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将近七成的受访者 对他能不能够为国家未来 做出正确决定是没有信心的 而且他们也觉得说 他当总统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 还是37年最高的比例 是 我只能说 这个人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身不逢死 就是一个人运气 决定你在做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是非战之罪 对 我觉得川普 应该说拜登有点非常 你又想他一当选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疫情蛮就来 2020年啊 对不对 疫情来的时候 他要满于什么 纾困啊 满于赠灾啊 满于这些相关的这些灾后复兴啊 那接下来到2020年 莫名其妙 乌俄战争又打出来了 对 他又受到通膨压力的所苦 然后这个费等一直在紧缩货币 所以民众觉得经济怎么那么差 是啊 所以你说你看 58%民众不满意拜登经济表现 我说这个 老实讲真的 他做得再多 你还是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 我基本上 我已经受到经济打他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会满意拜登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即使他做再多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我说其实确实在从拜登 应该说他上任到现在 美国的经济表现说真的 受到这些不确定 或是我们讲的这些 那个灰犀牛的影响 确实很大 我说有多大呢 你用想的 这一波整体的美国经济 大家在看的时候 为什么会认定他说 他可能会在今年又面临衰退的 是因为什么 货币的这一些紧缩的步调 还在持续 虽然说他放谎的 但是我要特别讲 货币政策会有一些 所谓的滞后性 什么叫滞后性 布伦布去统计 这个货币政策真正发酵是什么 他可能会拖到九到十五个月 这么久的时间 对吗 你关去年 我就想 现在大家都觉得 好像升息速度快过了 但是你去回想一下 去年三月升息